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等你回来 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呢 小春 南郡的事情呢 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你撒谎 你恨吕不韦 你想让他死 想当年我的亲叔叔随军征战 不幸染了一病 是我父亲亲手送他上的路 他告诉我 即使染病的人是我 也得自己了断 小春 我把生命看成是一场战争 用最小的牺牲 赢取最大的胜利 这就是将军的使命 小春 过了明天的朝会 我再也不会做上你伤心的事情 一切都依着你 朝会 有什么特殊意义 这里你就不用管了 等着我 敬医师 先用膳吧 宁战 你也被调回咸阳了 从入乌起 我的责任就是追随将军 敬医师 慢用 天守 摆中将反 小春 这么晚了为何突然相约啊 你过来 我要审你 你审我 你老老实实告诉我 明日的大朝会 到底会发生什么 王上要废除太子 改立成脚为新的继承人 至于吕不韦 明日性命不薄矣 如果太子被废 王后会如何 你明明知道 后来是我最好的朋友 王上重病不治 改立新太子之后便会去雍城养兵 如此一来 我便会接替吕不韦 辅佐新太子摄政 你想要保王后母子安全 我答应你不杀他们便是 一个被废的太子和王后 我怎么可能让昊兰沦落到那种地步 不 不行 小春 认识你之前我不屑于感情 是你教会了我 战场上你帮我疗伤 战场外你帮我照顾灵儿 几年来你一点点侵蚀了我的心 盘踞了我的思绪 让我逐渐陷了进去 可现在你要抛弃我 去帮助王后吗 再好的朋友也不能办你一事 可我将来要成为你的丈夫 办你一生 你宁可相信她也不愿意信我吗 我 看着我 以后便只要看着我就好了 我可以向你发誓 过了明日 我再也不会破你违背自己的意愿 爱你 疼你 尊重你 让你成为这个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只要你保持沉默 只要这一个晚上 明天一切都会好的 你保证不会伤害浩兰和镇儿 我已生命起始 我已生命起始 那我 就助白将军 明日凯旋 明日有要事不便饮酒 这杯酒 便留作明日的清宫宴吧 我等你回来 我等你回来